哈囉大家好我是Hanji 今天的影片要介紹大陸的霸者開局知識點 界面UI以及戰鬥模式 是比較偏向新手的介紹影片 如果你是日版就開始玩的老玩家應該就不太需要看這支影片了 整體而言 奇路旅人大陸的霸者是奇路旅人的IP續作 但在世界觀的定義之上 時間線是落在奇路旅人的主機版遊戲1月3年前 這個劇情的部分我們可以以後再聊 基本上這款遊戲是屬於單人RPG類型的遊戲 未來並沒有和朋友連線的機制 也沒有所謂的公會 那這款遊戲沒有課金可以玩嗎? 我認為是可以的 但相對而言沒有課金需要多花一點時間在收集材料和做裝備上 在正式進入遊戲之後 界子會隨機分配一隻角色給我們當主角 當初在日版第一隻角色是有機會可以刷到五星的 要不要刷就看個人了 我個人是建議只要這隻角色是你喜歡的就可以了 新手的戰鬥教學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從財富、權力、民生三個勢力中選一個當作開局的關卡 這部分不需要想太多 因為三個勢力未來都可以好好體驗 可以選一個自己順眼的做開局就好了 真的沒有想法的觀眾我建議可以從財富做開局 因為在影響力的列表之中 財富的影響力優先提升和先優先加成所獲得的經驗值和金幣 不過居然不是翻譯成業幣 其實有點生氣 實際上那個影響力的部分並沒有說影響很大 因為你主線其實都會走過 那就只是看你想要選擇先加成哪方面 這邊影響力列表會先列到Rank5給大家參考 但是這個部分的選擇真的差異不大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最後三個勢力都會玩到 之後我們會來到酒館 遊戲會固定給三隻三星的角色 分別是劍士、南娜、升官、賀賽 還有八子之力的商人科尼 通常三星的角色我們可以拿來當作過渡期的使用 要長期玩下去還是建議優先培育四星跟五星的角色 因為衝擊一切之人的章節最後的BOSS 遊戲建議的等級是60等 三星的角色即時等級突破上限 最多也只能達到60等 未來如果有新的故事 用三星角色繼續推主線的話 會是比較辛苦的一件事 也有可能會在特殊場合使用到三星角色 如果有時間的話還是可以培育起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知道 有哪些使用的三星跟四星角色 如果有的話可以留言跟我說喔 至於遊戲攻略的順序 我會推薦優先完成每個勢力的第一章 再接著去每個勢力的第二章 例如先打財富第一章 再來打權力第一章 然後名聲第一章 接著再進到各勢力的第二章 可以同時推進 這樣戰鬥起來才不會太辛苦 而且推進章節 我們可以連帶的提升影響力 隨著影響力的提升 可以方便先搜刮村民的道具 增加整體旅團的實力 這樣的方式會比單純推進單一實力 還要輕鬆許多 剛剛提到旅團的影響力到一定等級 並可以跟居民們交涉 獲取素材跟每日固定更新物品點的情報 在初選勢力第一章通關以後 大地圖和該城鎮的旅人故事才會開啟 之後才能快速旅行到自己過去去過了城鎮 遊戲的城鎮會有三個建築設施 第一個是旅館 可以花一點金幣來回滿圈圓的狀態 第二個是鐵匠布 與老闆對話後會自動販售 在戰鬥中獲取的素材 素材和金幣可以用來製作武器 未來如果有新的武器 會經由工業章節的進度來新增新的武器 第三個是酒館 可以改善該城鎮居民的關係 還有更換旅團的名稱 剛剛提到居民的關係是什麼 在城鎮你會看到居民頭上有對話狂的標示 通常有四種顏色 白色的代表一般的對話 黃色、紅色、藍色分別代表著財富、權利與名聲 只要你的影響利潤可以有到達一定的等級 就可以使用地圖指令和居民做交涉 可以獲得素材、每日刷新物品點的情報 更可以僱傭好用的村民來當作支援者協助戰鬥 妥善運用好支援者的話戰鬥也可以更順利喔 支援者的部分我未來可能會簡單介紹好用的支援者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想不想要看這支影片喔 另外關於影響力的提升 主要的提升方式除了主線的故事推進之外 還能透過旅團內的旅人個人故事來做提升 其他比較次要的方式我就先暫且不提了 那影響力的部分同樣是三個顏色 分別代表著三個視力 旅人的個人故事是 序章、一章、二章、三章 總共有四個章解 那序章的話不管你有沒有這支角色 你都可以去解他去看這個故事 如果你要接續後面的一、二、三章的故事的話 你的旅團裡面一定要有這支角色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抽到這支角色 才能夠解後續的故事 簡單介紹一下戰鬥界面 讓未接觸的玩家有一些概念 戰鬥是偏向戰略性的回合制玩法 會維持前後衛四個人所組成的八人小隊 在前衛的角色會執行所下達的指令 在後衛的角色可以先進行休息 回復SP跟HP 運用前後衛的戰鬥技能 前後衛的交換 維持續戰力 我們可以利用弱點跟BP系統 與敵人戰鬥 霸者不同於主機板的模式 他的角色是綁定職業的 所以並不會像主機板一樣有轉直的系統 另外他也取消了道具的系統 改用前後衛的方式來增加戰略的功夫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有任何想法可以在留言區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Hanji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